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电梯要在哪? 电梯在箱子里面 谢谢 来 月儿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这些天 你就在这儿住着呢 是的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妈那个人做事没亲没中的就算了 你也跟她一样 合着火来骗我 这有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您这样做 让我跟一凡有多担心 连一凡都住院了 您知道吗 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们两个好 我知道 你们现在做所有的事情 都是希望我跟一凡能不分开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从我们结婚到现在 所有的事你们都帮着张罗 所有的事你们都急于参谎 是真的让我跟一凡特别特别累 我们现在终于决定要离婚了 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能不能成全我们 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们有自己的选择 有自己的决定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求你们了 让我们离婚吧 叶儿 妈知道错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们就不能给我一个 改正错误的机会吗 你女儿找到我这儿来了 她怎么知道的 我还想问你呢 行了 行了 现在我们不说这些 既然她找上门来了 那么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收拾东西 退房 我想去看我的儿子 我哥这次真的是被折腾得不轻啊 嫂子 你就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了 至少你们不要那么着急 就说离婚 要不你们先分居 先分开来住一段时间 然后两个人冷静冷静 想很清楚 现在杨芳芳也不在了不是吗 想进啊 其实我跟一帆之间 我们问题挺多的 不仅仅只有杨芳芳这一件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开不开心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所以即便是杨芳芳走了 也解决不了我跟你哥之间的问题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 但是 还是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吧 好好照顾好你肚子里的小宝贝 照顾好你自己 乖了啊 我真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 放心吧 不用小心啊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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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妈没事 我知道 儿子 你在生妈妈的气 妈这样跟你说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都是为了你跟双眼好 妈 妈 我知道你为我好 从前回到现在 发生那么多的事 你哪件事是真的帮上我了 儿子 妈妈错了 对不起 听你家出走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事 妈 你放心吧 但双眼说了 她可能还是坚持要离婚 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呀妈 妈 你没事就好 以后有任何事 我顶着 妈爱你 那又别这样了 妈 那又别这样了 妈 吃饭了 快吃点东西去吧 妈 要不我去给你买 我想先回一趟家 看看小静 小静也特别担心你 你先走吧 我没事 我没事 爹 你们都回来了 谁在医院照顾一丸 那一番她妈照顾呗 她妈 她妈不是那 那什么了吗 行了 行了 爸 甭演戏啊 她妈玩失踪 都让我姐给找出来了 那小静呢 回家等她妈 你看我瘦什么了 这招不行吧 不不不不不不 小静 干吗呀 拿箱子干什么 小静 第一招叫苦肉计 第二招叫什么 用依凡她妈的话就是 满天过海 我跟依凡她妈都不想让你跟依凡离婚 可能我们用的方法你们接受不了 我们错了 都是妈的错 整整一个星期 你们也太累了吧 你想吃什么 妈亲自给你送去 我不吃 我饱了 这一个月我都消化不了了 那你这上哪儿啊 徐元哥看不见你们的地方 你说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我这当妈的心呢 这不是也是为她好吗 这 你快挂起来 行了 这是何必呢 行了 我去解小静上了 好 现在怎么办啊 妈 你去医院了吗 我哥现在什么情况 看过他的病历了 他是一个急性肺炎 说两天一夜就会好的 哎呦 你看你这是做的 您要躲那就躲到底 你看你这 说话那么难听干吗 我躲啊 我躲什么躲 行 那我倒要看看 您这个烂摊子想怎么说说 那你给我支招吧 哎呦 你别再支招了妈 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 支招没用 更何况他们俩人不是一天两天 变成这样的 我当初也不是为了他们好吗 真的没有想到 结果会是这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抵他 嗯 我们不抵他 你现在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我问你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好 我的日子不怎么样 就那样了 那个 门没关 我自个儿就进来了 妈 那您在家好好休息 我就圆润地离开了啊 这就走啊 妈 那我们走了 您保重啊 来 都走了 为什么明明想对他们好 却一次一次地伤到了他们呢 我要这么做才能挽救他们的婚姻呢 来吧 我今天就会把他们来做的 好可爱 好可爱 我今天来说 酒瓶 熬了莲子粥 给一番喝一点 好像刚刚睡着 等他醒了以后再给他喝吧 好 A计划B计划都失败了 是不是他们俩的缘分真紧了 却娟子我不瞒你说 这两天我住在外头 我想了很多 也许孩子们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我这人个性强 从来不服输 你还记得吧 刚刚会赴高考的时候 我就立志 要考全国最好的医学院 我考上了 毕业以后我又立志 要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我做到了 我是认认真正地去面对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我是认真正地去面对我的每一个病人 还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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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年我就要退休了 我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专家 如果说一句很不过分的话 我可以说 我的人生是值得我自己去骄傲的 真的 但现在我万万想不通的是 我怎么会在儿女婚姻 这件事上 我跟他们沟通的那么困难 我怎么就跟他们沟通的就这么糟糕啊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也不能劝怪你 我也有责任 不可退卸的责任 但是我在想 如果一凡真的要跟双眼离婚的话 那么我整个的人生就是失败的 秋营 我们同学一场 亲家一场 大胆的闹一场 到了这一会儿 我怎么觉得 我们俩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好 对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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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哪儿借的 什么叫借的呀 公司给配的 你们公司给你配车 你们老板瞎呀 盲人不说瞎话 呸呸 名人不说暗话 告诉你吧 我升职了 你们老板张俊峰八神是 吃错药了吧他 什么吃错药 张俊峰是看出我的潜力来的 走 带你吃大餐 吃什么大餐 有没有带钱啊 本人现在是项目经理 招待费一万以内签单 请多指教 项目经理 来吧 请啊 看 你 你 怎么可以 啊 啊 咱们 早点 去玩了 可不可以 给我一个事吗 我需要两个 鱼 鱼的 牛排 你知道牛排吗 你自己要牛排吗 你快手扔完呢 牛排 两个 你称称 八成吧 牛排没有八成手的 不好意思 七成 七成 够够够够 丢脸 我现在是我们公司 这个最大项目的经理 算是我们公司 中层管理者中的一哥吧